各位乡亲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黄记》 大家都说要学好一种语言 一定要多跟王国郎好好的练习 不要害怕 但是是否大家跟我有一样的经验 碰到外国人的时候 使用书本上学不到的那些口语 真的就像阿卓一样 依据都挺不同 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教大家 口语的比较不稳 废话不多说 赶快来介绍这些口语吧 Bella Marco 她不是个男的吗 Bella在这里不是当成美女使用 是时下年轻人用的打招呼的方式 不论是男女老少 我还没有跟长辈用过 下一次如果又没有被赏巴掌的话 再来跟大家update 你好啊 就是这样子 请不要津津自席 觉得人家在称赞你很美 其实没有这回事 下一个 对 这个时候 如果你听到对方说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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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就是代表 他不是在赞同你 他其实是在嘲讽你的意思 就是意思是说 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还是觉得 台湾的食物比意大利的食物 好吃非常的多 下一个 你会在嘲讨厌 我会在嘲讨厌 然后我会在嘲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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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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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呢 这里其实就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说法 其实有点类似就是 你有事吗 对 用你有事吗 这样翻译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意思就是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不是一个包 而是一个鞭 那同时呢 这个Cellify呢 他也可以被很多单字代替 例如说 如果你说同样的句子 那别人回你说 你千万不要傻傻的回人家说 No 不是 他并不是真的在问你说你好吗 而是他在跟你讲说 你脑子有事吗 你有病吗 你还OK吗 或者是说 你也不要再傻傻的跟人家讲说 Oh Stupini Stupini 他没有要问你好不好的意思 他就是纯粹的只想要说 你是很有事 或者是你就是很有病 下一个 我不是宝可梦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手臂很短的意思 手臂很短的意思呢 在意大利文里面呢 他们是说 braccio corto braccio corto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是一个 petiente 那petiente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气鬼啦 如果人家说 喔你看那个人 他就是 他直接做这个样子 或是直接说 braccio corto 那就代表他是 非常非常非常小气 一毛不拔 那如果你又听到人家叫你 petiente呢 那就请你赶快掏钱出来啦 因为代表你是非常非常的小气 他们才会用到petiente这个字 下一个 t.v.b. t.v.b. t.v.b.是什么意思 t.v.u.b. 就是我希望你好 这是一个非常诚挚的表达 他对你的一种情意的关系 那这个不仅是限于男女朋友之内 也可以限于比如说 在朋友之间 或者是跟长辈之间 所以你如果收到tvb的时候 请你再回复对方一样 tvb t.v.b. tranqui 或者是说 vaitra 那就是叫你 tranquilla vaitranquilla vaitranquilla的意思 要放心 没事 比如说 Marco Orotu tuaplaystation呢 然后他就会回我 vaitra 或者是他会跟我说tranqui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跟一个男生说 你把他的playstation弄坏了 我想 他应该会赶快叫你再买一台还给他 再来下一个 很多人问我说 意大利文字学要怎么学 因为其实像我也是自学的方式 其实呢 我的建议就是先把 现在是 过去是 未来是 还有现在进行式 他们的动词变化都先背好 再找一张纸 写下你平常生活中 在学校中 或者是在职场中 常常用到的字 先写中文 然后旁边再套入 意大利文的 字形 字句 刚开始熟悉这些用法就可以了 当然 有很多的字 可能我到意大利11年之后 我还是不会用 但是 这些字对我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任何的影响 比如说 葱花 厨房纸巾 沐浴巾 定书机 这些东西在刚开始的时候 只会造成你的精神压力 你就不必要花你的脑容量去学这些东西 把你先平常会用的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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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再慢慢的去记这些不是这么重要的单字 刚开始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朋友 学好沟通 学好日常生活中的 比如说这个多少钱 哦 那个在哪里 哦 我需要这个 你可以帮忙我吗 把这一些学好 你就可以好好的开始基本的生活 再想办法去学那些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巨型或者是用法 不要忘记继续订阅 按赞 分享 按小铃铛 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进店里 一定要跟店员打招呼 跟说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